另外大家也来看到是2017年的新北市现场征才活动 日前在新庄区公所的十楼大礼堂举行 那么这次主办单位也尽全力来协助求职者跟厂商谋合 希望能够有高求职率产出 2017年新北市现场征才活动 于日前在新北市新庄区公所十楼大礼堂举行 许多市民到场应征 主办单位也尽全力协助求职者与厂商谋合 期待能有高求职率产出 目前我们今天4月7号这场的征才活动 我们邀请了22家的厂商 那职缺超过1000个职缺 就是提供给我们这次的征才活动 那征才的职缺非常的多元 不管是正职兼职的或者是说服务业或者是零售业 包含就是储备干部行政人力或者是服务人员 其实这职缺都非常多元化 新庄区公所表示由新北市劳工局主办 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协办的2017年新北征才活动 这次以真心真意矮汪局为主题 邀请南亚科技新兴电子成月工业 共计22家厂商舍谈征才 目前的话是有大概有全家便利商店 跟我们钱贵企业 他提供有将近就是超过100个以上的一个职缺 那我们非常感谢厂商提供给我们这么多的职缺 是这样 然后今天最多的厂商提供的是 180个职缺是我们全家便利商店提供给我们的 谢谢 现场真才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外 也免费帮民众履历见证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下一次到现场一试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